繼續來看這個滾風 早上 又來公佈到調回冠冰的新地點 這個中部 除了台東一中 還有一尾 就是 黑日 東門國秀的好門口 公佈局早上 管理學生上課進行大消毒 另外 中華南島和雲林 也有三間學校是調回店 目前公佈的調回店有十九位 騙擊台灣十四的館市 包括十間的學校 剛才沒有禁止八名冠冰 頂著八名冠冰 在南島關記台府中好門口緊急調回 旁邊還有停救火車 學衛兵全副部中 也沒有滾風這個動作 首先完全沒有通知好風 學生的家長是很煩惱 好風一陣就用處理生水消毒好門 另外台東 到了台東一中 還有一個調回店 五日區的東方國秀 恐怖局冠軍地學棟上課正前來消毒 有關調回地點 軍方沒有做一次公佈 疫情有可能這樣就擴散出去 市長路修園真相欺 把集合地點像感染的種子一樣 全國到處散 所以我覺得這真是可惡至極啊 中部地區 除了台東一中東方國秀 中華也真身國中 南東是旗台府中 本來是文安國秀 如果同步的宜蘭國中 也有人命冠冰在這裡調回 說這個也不發明講得太多 我們的情味很積極 看到這種情形以後呢 馬上就通知我們的總部處 先軍方都沒說 不過學校警員如果發言不對 就算通報冠軍來消毒 都沒感到 卡甄的冠冰趴趴趴走 軍方冠軍調回 又沒有統治管市政府 鳳雲警官就對在後面報發夢 就算通知了